天才少女的背后是一条蜿蜒的自律之路 当全红蝉拖着懵懵懂懂的脚步走进清晨的训练馆时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带着娃娃书包顶着呆萌标签的小姑娘 背后藏着多少日复一日的自我磨练 巴黎奥运后的日子表面上她随心放松 吃得多玩得多 但一回到跳水台旁 全红蝉又变回那个勤恳刻苦的运动员 此刻她在跑步机上踏出均匀的步伐 眼神坚定不畏减肥 只为将体能再度拉满 11月的北京寒意渐农 然而训练管理的她额头细汗连连气息吐纳有致 若说这份执着是呆萌面具下的真性情也并不为过 全红蝉的身影穿着厚厚的外套 但在她背后的书包上却挂满了玩偶 尤其那只绿色的丑萌小乌龟几乎成了她的标志 小乌龟丑萌之中自带几分稳重 仿佛映照出她对胜利的执着和对生活的回报 巴黎奥运会时 小乌龟陪伴着她 而今的全红蝉带着她继续在训练场挥汗 莲金牌众望所归满载而归 这个年纪的全红蝉带着可爱与坚定 为生活中的匮乏找到一种新的补偿方式 母亲透露 小时候的她家境并不宽裕 虽然喜欢娃娃 却从不张口要求 如今 凭借自己辛勤训练正来的荣耀 她不仅拥有了一堆陪伴她的玩偶 更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 她的师兄弟和教练们 还有粉丝们都不吝赠与她这些小小的陪伴品 每一只玩偶 似乎都在述说她过去那些默默的坚韧与不为人知的艰辛 不过 若以为这就是她的生活全部 那就错得离谱了 许多人羡慕全红蝉的荣耀 一个人跳水 全家生活好转 然而 这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运气 而是家中每一位成员辛勤付出的结果 妈妈是乐观开朗的支柱 爸爸辛苦打理果园 哥哥卖力工作 姐姐妹妹弟弟各自认真读书 全家人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默默耕耘 全红蝉作为跳水运动员肩负了荣耀 但她的背后依旧是一个温暖而踏实的家 在采访中 常听到全红蝉简洁的语言 带着幽默 总能给人意想不到的轻松感 她调皮搞笑 性格开朗 但这种表面轻松的背后 是一场持续的炼狱般的体能魔力 跳水台上的动作 看似潇洒利落 但那背后 不知多少次失误 多少次摔倒 多少次肌肉的拉伸和修复 训练管理的她 几乎是不折不扣的苦行僧 那一身紧实的肌肉 均匀的身材曲线 完全是通过不断的训练累积而成的 每一个动作的达成 都是无数次失败后的成功 那些美丽的空中转身 与水中穿行 无异不是岁月魔力后的完美成果 在一段体能训练视频里 全红蝉展示了一系列惊人的基础练习 侧身训练 翻转 单腿弓步跳 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 在她身上 已然成为每日的必修课 很多人以为 跳水运动 只是需要柔韧性和协调性 但他们难以想象的是 全红蝉每天要耗费多大精力 来保持体能 控制体重 年纪小小的她 已然承担着身体发育的重担 而这些体能基础 正是支撑她在十米台上 倒立下跳的根本所在 和她同龄的孩子们 尚在教室里欢声笑语 而全红蝉已在封闭的环境中 开始了严格自律的训练生活 在这个环境中 除了教练和队友 她几乎没有更多的娱乐和休息 但这似乎并不让她感到孤单 她对自己狠 对训练狠 这种狠 不仅是对荣耀的追求 更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 她或许是同心未免 但在跳水的世界里 她的目标远不止于简单的成就感 而是希望真正做到不负众望 大波全家的温馨陪伴 是她人生的底色 每次见到大波全家 全红蝉脸上总是挂着温暖的笑容 这一家人 从不带着她的名气来消费自己 而是以最质朴的方式陪伴着她 在全红蝉家里困苦之时 大波和大姑娘一家 曾多次给予帮助 而就在前不久 全红蝉堂哥的婚礼上 他的哥哥也充当了伴郎 欢声笑语之间 是两家人身后的亲情纽带 远离了名利的纷争 保留了一份温馨 走在荣耀的路上 全红蝉的生活 并未因荣誉而停止 而是继续坚持 继续充实 继续磨练 无论是在跳水台上实现梦想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与家人温馨相聚 她始终都是那个 努力追梦的小姑娘 她像一只可爱的小乌龟 或许外表呆萌 动作缓慢 但目标明确 步伐坚定 一步一步 稳稳地朝着未来迈进 未来 她的故事还会继续 这一路的风光 不仅是用以炫耀的奖杯与荣誉 更是她无数个日夜汗水 和坚持的凝结 也许 接下来的路更难 更远 只有时间会见证 全红蝉这颗年轻的跳水之星 如何继续绽放 此外 天才少女陈玉希 五个月时间 市队跳到国家队 觉得全红蝉比她强 2022年的 跳水世界杯赛场上 两个00后天才少女的对决 刷爆了体育圈 陈玉希和全红蝉 这对神仙打架的组合 双双斩获五次满分 上演了一场高手过招的视觉盛宴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拿下金牌的陈玉希 竟然说出了 全红蝉比我强这样的话 什么神仙少女 能在五个月内 就从市队直通国家队 还这么谦虚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说起这背后的故事 可真是充满了戏剧性 这个来自体育世家的小姑娘 打从娘胎里就被运动基因包围着 爷爷是位叱咋赛场的体育健将 那身手绝对称的上一身大神 爸爸是个体操教练 教出过不少厉害的选手 妥妥的技术流专家 妈妈更是不甘示弱 在体育学院当副教授 教体操的本事也是一流 这么看来 小玉希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含着金钥匙 长大的运动小天才 但是命运总喜欢跟人开玩笑 三岁的小玉希 刚开始练体操时 可不像现在这么厉害 小身板弱得很动不动就发烧感冒 可把家人和教练愁坏了 直到六岁那年 她的人生迎来了重大转折 上海队的教练 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小豆丁 觉得她特别适合跳水 蒋真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这孩子小的连饭都得教练抱着胃 萌得让人心都化了 那会谁能想到 就这么个小不点 一年后就能拿下全国冠军呢 这速度简直让圈内人都惊掉了下巴 不得不说 这完全是实打实的天赋加努力 可不是什么运气使然 要知道 一个刚转向的小姑娘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就适应新项目 并拿到好成绩 这种事打着灯笼都难找 在体育界混了这么多年 像陈玉希这样的天才 真是凤毛麟角 有天赋是好事 但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她后面的表现 要说最牛的成就 非五个月从市队直通国家队莫属了 这速度简直是开挂级别的存在 听着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这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 从前在上海队训练 每天下午五点就能收工 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 可进了国家队 这节奏瞬间就变了 每天训练到晚上七八点 都是家常便饭 强度直接爆表 偏偏这时候又赶上青春期发育 身高蹭蹭往上涨 体重也跟着变化 原本熟练的动作突然就不对劲了 换成普通人可能早就打退堂鼓了 但我们的小玉希硬是咬牙挺了过来 这份毅力真不是盖的 最让人心疼的是 他的消化系统问题 吃饭都成了难题 还好遇到了金晓峰教练 这位神仙教练想出了个绝招 把三顿饭分成小份 让他少吃多餐 训练完了还特意陪着吃夜宵 这哪是教练啊 简直就是亲爹妈 石美琴教练更是把他当青龟女腾 恨不得24小时守着他 于晓菱教练的付出更让人感动 为了照顾小玉希连自己的家都顾不上回 这群教练的爱心 简直比父母还要细致入位 你说这么多人都这么用心照顾他 他能不努力吗 每天看着教练们比自己还拼 他的动力就更足了 就是这样一群人齐心协力 硬是把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 打造成了举世瞩目的跳水天才 有了这么强大的后援团 小玉希的成绩简直是坐火箭一样往上窜 奥运会斩获一金一银 这成绩已经够你天了 世锦赛更是一口气拿下四枚金牌 这战绩简直让人怀疑人生 但你要是以为他就这么顺风顺水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还记得他第一次登上跳台的场景吗 那可是实打实地把后背摔在了水面上 啪的一声听着都疼 换成一般人 估计得被吓得好几天不敢跳了 但我们的小玉希是什么人 疼得呲牙咧嘴也就是一会儿的事 立马又爬上去继续跳 这股劲头简直让教练都看愣了 还有那些深夜训练的时光 乌黑的绣发被泳池的水泡的发黄 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个劲儿的练 说到感动的是 他家人的付出更是没话说 为了配合他训练 全家二话不说就搬到训练基地附近 他爸每天接送训练 风雨无阻这份坚持真让人动容 有时候看着他在水中翻腾的身影 我总在想 这哪是什么天才少女啊 分明就是个拼命三娘 就是这股不服输的劲头 才让他在跳水界横空出世 这么拼的运动员 不成功才怪呢 有了这么多金牌棒身 换成别人可能早就飘了 但你见过哪个世界冠军 像陈玉希这样谦虚的 每次和全红禅同台竞技 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主角 总是说全红禅比我强 我要向他学习 这种大老心态 简直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其实仔细想想他这种谦逊劲 还真不是装出来的 从三岁就立下 要拿奥运冠军的flag 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目标前进 把跳水界的传奇 吴敏霞当偶像 学人家一丝不苟的训练态度 这姑娘啊 不仅有实力 还有刻透亮的心 明明自己已经是世界级选手了 却还是保持着当初那份虚心好学的尽头 很多人都说他是天才 但我觉得他更像是个修行者 无论多大的荣誉加深 他依然保持着最初的那份谦逊和专注 这就是他最打动人的地方 也是他能从市队用五个月 杀进国家队的真正原因 所以说啊 为什么他能在夺冠后 说出全红蝉比我强这种话 因为真正的高手 从来都不会被荣誉冲昏头脑 他深知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 永远没有终点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冠军 应该有的样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权妹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